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七百四十一集 荣火荆棘 四周众人看到这个一幕后 也有不少人皱起眉头 有些遗憾感叹 觉得可惜啊 哎呀 没有什么太多悬念了 这百好的炼火手法虽不错 可在经验上明显不足啊 十六色火我虽炼不出 可也听人说过 这种程度的火 往往需要足够的十五色火 去连续炼制 寻找那玄妙的感觉 如此一来 才可确保成功率 没错 若是每一次都去尝试 十百号从头再来 这样的话 很难捕捉到那种玄妙的感觉 众人窥探时 只有百号的魂在一远处凝望自己的师尊 他明白 师尊的选择没错 经过他改良的十六色火配方 不需要去碰运气吧 寻找那玄妙的感觉 因为他的配方 已经将炼制十六色的步骤 精确的划分成了十多万个环节 如同是机关术中的打减机关一样 只要按部就班 确保过程中不犯丝毫错误 那么理论上成功率可以做到十成 只不过 这涉及到极强的推演 以及神识消耗 所以其看似简单 可难度 却比其他炼制手法更大 也就是 白小春这里天道月英 神识远超其他人 堪比天人一般 所以才可以用这个办法 师尊一定能超 从开始到现在 他还没有任何环节出现错误 白浩的魂 始终望着白小春默默观察 至于孙伊凡与司马涛 二人神色轻松下来 将十五色火放在一旁 继续从头开始炼制一色火 进行炼制十六色火的积累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一个时辰 当司马涛与孙伊凡 将第二团火炼到十四色时 白小春额头渐渐有汗水流下 他手中的十五色火 已经数次扩散开来 吞噬冤魂 此刻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白小春顾不上去擦汗 眼中刹那露出惊芒 低吼了一声 右手抬起 向着扩散四周的火海 狠狠的一抓 这一抓之下 那些火海顿时爆发 散出高温 让四周众人惊呼时 他们亲眼看到那片火海 瞬间就凝聚到了白小春的手掌内 被他一把攥住 周虹也紧张起来 小狼神 李天盛 妙麟儿 二皇子等人 纷纷目光闪烁地看去 陈漫瑶也忍不住 为白小春捏了把汗 这一刻 就连孙一凡与司马涛也都大吃一惊 连忙抬头看了过去 呼吸带着紧张 而白昊的魂则是目中狂喜 他旁观者清 知道这一次师尊 没出一次错误 晚中瞩目下 白小春望着自己的手掌 缓缓地松开 在他松开拳头 摊开手掌的刹那 四周先是寂静 随后在火光映照下 陡然爆发出了 惊天动地的惊呼 与喧嚣 石榴 石榴色火 天呐 这白昊竟一次性成功了 这是什么运气啊 一次性成功 厉害 厉害 此人厉害 在这众人惊恶赞叹中 周虹等人 面子立刻难看起来 只有陈漫瑶脸上 露出笑容 至于孙一凡与司马涛 二人面子苍白 四周的声音 他们已经听不见了 此刻 眼中只有白小春手中的那团 十里无似乎 二人沉默片刻后 狠狠地咬牙 此人的运气的确不错 可我就不惜 你的运气 还能有第二次 二人虽这么安慰自己 可压力 却随着白小春的成功 立刻大增 此刻炼制时 不惜多次动用秘书 白小春轻轻地 呼出一口气 脸上露出笑容 这一次 他是真的拼了 好在没有犯错 擦去额头的汗后 他重新取出冤魂 又从一色火 开始炼制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这炼火虽有些枯燥 可四周的众人 却都目不转睛 无论是纯粹看热闹的 还是想借此出类旁通 从而参悟研究的 当孙一凡与司马涛 炼出第三份十五色火时 白小春的第二份火 也到了十五色 在他手中的十五色火成功后 四周众人立刻就纷纷 精神一震 目光 全部从孙一凡 以及司马涛二人身上挪开 落在了白小春那里 都在猜测 白小春是如之前一样 继续炼制十六色火 还是回头炼制一色火 孙一凡与司马涛 也都紧张的看了过去 可紧接着 四周惊呼再起 孙一凡与司马涛 更是眼珠子都睁大了 他们看到白小春居然再次选择了 炼制十六色火 这家伙疯了呀 该死 此人怎么如此炼制 他要干什么 司马涛与孙一凡 无法不紧张 实在是之前白小春成功的一次 让他们已经心惊不已了 此刻 虽心底有九成九的把握肯定 白小春必失败 可还是紧张啊 忍不住 就怕万一啊 周虎也心脏狂跳 他看着下方的白小春 头都大了 再次有了当初 猎魂湖中的无力感 小狼神等人也是如此 纷纷苦笑 白小春这里不走寻常路 让他们实在是害怕了 万一 万一 要是再成功了呢 他不可能 连续两次都成功 所以反双眼有些赤红 内心低吼时将手中的十五色火收起 继续炼制第四分一色火 司马涛呼吸略重 一时有些紊乱 好半场也咬牙后 炼制一色火 可二人的心神都不时的落在白小春那里 盯着他的炼制 内心不断的诅咒其失败 只是他们的诅咒 似乎在这一天失去了效果 白小春的炼制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因这一次的压力使得他超常发挥 那繁琐的环节与步骤竟推延的如此清晰顺利 所以完成的比以往还要好 看得白号的魂也都目瞪口呆 师尊似乎对于这十六色火 掌握更熟练了 此地对于白小春炼火之法最了解的就是白号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此刻的白小春 他的确是更熟练了 或许是因这一次的压力 又或许是他研究十七色火的配方时有所领悟 反向推延之下 对于这十六色火的掌握更加全灭 此刻 他在这第二次的炼制中 整个人已经彻底的忘记了 自己是在与人鄙视 他全身心的沉浸在炼火中 脑海灵感与念头不断的爆发之下 整个人陶醉无比 头发凌乱不说 双眼都开始出现了血丝 看起来 已经是如同痴狂一般 这种状态 他在通天河区域内炼药式偶尔会出现 可来到蛮荒后就很少了 眼下 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使得他的痴狂执扭 再次展现出来 那十五色火在他手中 好似拥有了灵动 如同火焰之灵 在他四周扩散后 仿佛在雀跃无倒 吞噬大片的冤魂的同时 也环绕四方 隐隐的 被簇拥在内的白小春 整个人身上散发出一股 无法形容的气势 这气势 竟让他好似化身成为了火之君王 这一刻 不断的吸气声 慢慢的消失 已经没有人开口说话 似乎生怕一开口 甚至一个呼吸 就会打断了 这他们一生都没见过的奇异画面 孙一凡与司马涛更是颤抖起来 他们看着这个状态的白小春 他们的脑海如被重锤 砸中 蒙鸣不断 目中更是流露出无法知心 好像见了鬼似的 熔火镜 孙一凡 那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 显示出 他整个人现在的震惊与恍然 在蛮荒 炼火也有境界 熔火镜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心神与火融合 好似天人合一一般 甚至一切所谓的秘书 都是为了模仿境界而生 可他们二人 从未听说有玄品烈魂师 能踏入熔火镜 这是唯有地痞 才可去触摸 进而摸索的更高境界 这一刻 天地仿佛失色 似乎此地的一切光芒 都变得暗淡 唯独白小春这里 成为了天地之间 唯一的瞩目 他在那火焰中 双手飞舞 火焰环绕 雀跃中 相互凝聚在一起 眨眼睫 就多出了一道颜色 赫然成为了 十六色火 那十六色火 白小春没有收取 而是环绕在他四周 不断地旋转燃烧时 白小春整个人 却如同呆质般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可他的目中 却露出疯狂的推演 他的脑海里浮现的 是十七色火的配方 是当初与自己徒儿商议后 徒儿所说的 关于十八色火配方的 那两个方向的设想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